好 继续来看到傅里香稻米达人的乡镇赛 8月15号是揭晓了前五名 那么其中有金米组的冠军不负众望的是 由美美参赛就拿奖的黄志宏 以及豪米组的冠军则是只有26岁的李建坤 以92.48分拿相 两位将代表傅里香来参加112年 台湾稻米达人的冠军赛 工作人员忙着要把号码以及名单抽出来 因为成绩已经出炉了 但是编号还不知道是哪位农友 这是傅里香农会办理的112年台湾稻米达人乡镇赛 在去年的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傅里香农会在有金米组拿下了亚军 总干事张素华表示 虽然有金米外形不太美观 但是为了环境 土地 环保 农会有自己的坚持要维护 有金米是生产在我们的父母 那有些人就觉得有金米的卖相不是很好 当然有金米它所使用的 可以防止的这些资产是有限的 那它可以使用的资产也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有金米的部分生产出来的米 都是心幸福的 历历做辛苦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相关的附加产品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银银之类的 有很多人都是用我们有金米 卖相比较不好的去做加工 但是我们的米没有用我们复理最好的米 就是我们的有一个海人的米米 心心米米 那个就是用我们复理最好的月光米 差不多加工的 所以我们复理乡到米达人赛8月15号揭晓前5名 其中有金米组的冠军 不负众望的是由每一次参赛就拿奖的黄志宏 好米组的冠军 则是只有26岁的李俊坤 以92.48高分拿下 两位将代表副理乡参加112年的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平常心的可以出去看 其实没有特别说今天 没想到特别会获奖 分数的话就是 我们就是在栽培管理上面 我们就是我们的蛋肥在减少 由于现在天气太热 所以造成管理不变 因为天气太热 它会影响到米的外观跟品质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 好米组的冠军只有26岁的李俊坤 从20岁就开始与家人学习稻田耕作 在家人支持以及农会的辅导之下 这次拿下好米组的冠军 他表示非常开心 农友表示今年气候非常炎热 导致病虫害爆发 但是达人们还是运用各种技术 以及智慧克服困难 为大家呈现台湾米优良的品质 记者高双双富里香采访报道